我们不管怎么样做人都要对得起别人 台长曾经在节目当中有一个人 他呢就是打进电话跟台长说 因为呢十月份有非常大的台风 当时在美国东部全部撤离 同修的房子刚刚在台风的中心点上 同修求了菩萨保佑 意念当中觉得菩萨给他造了金刚造 等到台风过后 别人家的房子全部倒塌 就他家里只掉了一片瓦 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 谢谢大家 我跟您先分享一个 我们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在美国东部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强飓风 当时的话全程必须要就是移动出去 必须都要走出去 不能在家里待 然后呢我们家呢 刚好是在那个飓风的眼上 我们当时都傻了 就觉得这房子肯定就没了 因为当时飓风那个速度呢 就一大概是100到150英里的风 而且是连续四五个小时 当时我就跟我们 我们主要是那个东海沿岸的同修 我说大家多求求菩萨嘛 求菩萨保佑 我们都平平安安的 然后我们大部分 我们同修呢 基本上就是家里都是平安无事的 然后我就在佛太前请菩萨 求菩萨 然后当时意念里面 就是菩萨有一个金刚照 就叫在我们家附近 因为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住 然后飓风之后呢 我们过去看 然后就是我们家的这个房子 上面就掉了一片瓦 就是那个 还有一个那个就是那栅栏那个 就塑料那种栅栏 就被倒了 这个就是很小很小的损失 然后我们当时没注意 过去之后呢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就在附近又看了看 我们周围的很多房子 大部分房子 房子上的那个瓦片 基本上就一片一片的掉 很多人那个 就是那个房屋保险那个 那个费用都很高的 当时就说 哎呀我们家简直是太幸运了 没有菩萨的话 因为我们就是在飓风的眼上 简直是不可思议 从地图上 就定位就在我们家旁边 所以我们实在是 非常感恩菩萨 对呀现在知道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护法身 谢谢 谢谢节铦 谢谢